用了两三年的Intel Nuke突然过热,原来风扇故障了,上网查了一下,风扇似乎是这台的通病,而且风扇也不便宜。 偶然,在Amazon发现了这台NUC的无风扇机壳,符合我的需求,没多考虑就下单了。 望穿秋水,终于寄到台湾。 无风扇的代价,体积大了不少。 开始拆旧壳。 取得到台湾。 取得到台湾了不少。 要用出点准备的帧位。 然后,找到。 接待咱的帧位。 放入点几湾。 接待咱。 就是这风扇坏了 这风扇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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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它弄成小鯛 洋餅 浅沖 切成小鯛 一整理 放入米饭 散开 冰箱 要不要煮 冷卖 冷卖 M2 SSD 也是發熱元件 就機殼上的麥克風陣裏要拆下 裝到新殼上 2.5寸SSD支架,我沒用到但仍然裝上 3.350D比方合約 是安裝的 1-6200克 3.3100克 4.4-3200克 4.4400克 插电视机了 原来这机壳的WiFi天线是选购品 只好用有线网络 成功开机 导光柱完全没靠近电源灯以为设计错误 才发现原来此NUC有CIR红外线感应器 导光柱是给它用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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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个绞装好 算完成了 使用Hardware Monitor监看两小时 温度都在40多度左右 但是跑影像编辑几小时 温度飙到60度 应该是我放的位置空气不够流通 非常安静的电脑 已经想好这台退下来后 一定是用来做音乐串流播放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